注意看 一名年轻的女飞行员头戴鸭舌帽 正快步走向战机 只见她来到战机下方后 随意地将飞行夹克挂在战机的传感器上 然后又将飞行抗和服挂在了弹舱上 随后便来到队友身边攀谈起来 这里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内里斯空军基地 摄影师超近距离拍摄了一段航展照的视频 通过此视频 我们将五马高清看到 关于女飞行员驾驶五代战斗机 从启动到甘巴升空 大尺度操控战机 表演高难度动作的全部过程 只见女飞行员穿戴好飞行抗和服后 快步走向机械式队友 在和他们敬礼并一一碰拳后 就通过战机自带的登机梯进入到驾驶舱内 该说不说 女飞行员英姿洒爽 这一连套动作也是行云流水 进入到驾驶舱作文后 女飞行员开始整理装备 负责此次飞行表演任务的女飞行员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里斯丁沃尔夫少校 同时也是这个飞行表演队的指挥官 不禁五代记的飞行经验丰富 而且还是一个高材生 也不知道上帝到底为她关上了哪扇窗 只见克里斯丁嘴里嚼着口香糖 神情轻松动作熟练 她先将抗和调剂器连接起来 方便为抗和服冲和加压 随后取下了自己的墨镜和压舌帽 然后将手伸向了驾驶舱的左侧 长按了五秒钟后 随着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传来 飞机的APU辅助动力系统成功启动 它将为战机提供临时电力 并帮助启动发动机预热 此时 这架飞机的全貌还没有展现出来 有知道的老司机可以盲猜一部型号 只见克里斯丁在正前方的显示屏上鼓到了一番后 便按下了座舱盖关闭按钮 随着座舱盖的缓缓落下 接下来飞机就要进入起飞程序了 等待座舱盖完全落下后 克里斯丁开始在驾驶舱内整理头发 只见他先是将自己的头发砸紧 然后戴上了那顶价值40万美元的头盔 接着便开始佩戴呼吸面罩 并调整舒适度 一看就知道 今天这个表演肯定不简单 随着镜头的拉远 这架飞机的全貌也完全展现了出来 这是一架F35类战斗机 属于单发单座的第五代战斗机 其外形类似于F22猛禽战斗机的单引擎缩小板 在外形设计以及隐身设计上 都大量接见了F22猛禽的许多技术和经验 特别是其出众的隐身性 正向RCS雷达反射界面 仅有0.065平方米 比苏27和F15都要低两个数量级 只见地勤人员将防止溜机的轮挡挪走后 然后向飞行员比划着滑跑的手势 随后 克里斯丁轻推油门推赶 驾驶着战机开始滑向起飞点 在经过观众骑时 它还不断地朝着观众骑挥手打招呼 十分亲民 F35机身全长15.67米 驿站10.7米 高度为4.3米 最大起飞重量为31.8吨 装备离台普惠公司生产的F135加利涡扇发动机 单台推力为12.7吨 开启加利后的推力为19.4吨 其最大飞行速度为1.6马克 相当于1960公里每小时 升险18000米 最大航程为2220公里 转眼间 克里斯丁已经驾驶着F35离开地面 开始贴地飞行 并不断加速 发动机爆发出嗡嗡声 源源不断地输出动力 突然间 克里斯丁拉起操纵杆 驾驶着F35以90度角开始垂直爬升 该说不说 F35的动力真是太强了 这个干拔起飞也十分流畅 爬升到顶端后 克里斯丁操纵战机 直接来了个180度后空翻 随后再改为平飞 现场观众不断爆发出尖叫声和欢呼声 显然 他们已经被克里斯丁精湛的驾驶技术所折服 接下来 克里斯丁驾驶战机 有远及近 慢慢接近观众席 然后一个左转弯机动 打开了位于战机机腹的弹舱 其机身腹部 以及巨大的弹舱内部结构 也一览无余 当然了 这些常规表演项目都只是开胃菜 精彩的还在后面 只见克里斯丁沃尔夫驾驶着战机 持续不断的加速 一直到突破了音障 随后机身突然持续不断的释放出干扰弹 巨大的轰鸣声响车现场 突然战机一个抬口 开始以90度角向上爬升 机翼也被白色高速气流包裹 克里斯丁先是来了一个顺时针360度翻滚 然后又来了个180度 掉头向下俯冲 看得人眼花缭乱 接着克里斯丁再次驾驶战机 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后 开始加速 然后再次以90度角向上垂直爬升 爬升到顶端后 直接来了一个270度后空翻 战机翻滚的同时 还在不断地释放干扰弹 该说不说 克里斯丁的身体素质真是太好了 操控战机不断垂直爬升的同时 还能准确无误地释放干扰弹 换作一般人 可能早都慌了 克里斯丁不管是驾驶技术 还是身体素质都堪称一流 但这还没完 接下来克里斯丁还表演了倒飞通过的同时 不断释放干扰弹的机动动作 就像是掉下来克里斯丁的机会 相当时 给你用一个伤胖端 准备你用一个伤胖端 就像是有一个伤胖端 对我一样 就像是有一个伤胖端 可以到达出你了 但这一项端的距离 这一项端的地上 能够扰弹的地上 然后再加上了 在十多分钟的表演中 克里斯丁可谓是使出了十八般无意 各种高难度机动动作也是悉数登场 让现场观众大爆眼福 表演结束后 克里斯丁驾驶着战机 开始缓慢降低高度准备降落 在他的操作下 F35战机平稳丝滑落地 但在降落时 克里斯丁也没忘记炫技 只见他以自己的招牌动作 前轮抬起后轮触地的方式 抬起机头从观众系滑过 引得现场观众掌声点点 随着克里斯丁驾驶着战机 回到停机位 这次的表演也就结束了 别的先不说 克里斯丁的技术确实精湛 大尺度操控 也看得人直呼过瘾 真不会是一名王牌飞行员